首先我们打开喷件盒拿出这个扳手把这个这两边的螺丝松开 松开然后把它往上拧着就这样高一点 然后呢第二步把这个电板抽出来 电板抽出来以后找一个面积稍微大一点的刀膜 把这个提上把刀膜放进去压平压平以后把手柄拧上 手柄拧上把手柄在这个在这个状态下把手柄扳过来扳平 扳平然后手不要动 然后把上面的螺母往下拧 这边螺母往下拧 拧到这两边的力度是一样的 然后把下面的螺母往上拧 这边下面螺母往上拧 好再用扳手 紧上 紧上下面的螺丝 然后松开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调好了 然后再根据磨切了 进行微炒 我们就试一试 比如说用这个这几层布 然后呢做一个测试 好放好以后 好压一下 看看稍微怎么样 好前后不压穿 说明我们我们调的还可以 所有的长方形的刀膜 长方长条形的刀膜 尽量都要竖着放进去 竖着切 然后第一次切不完 你可以说这样压一下 然后推裂 等往里推一下 这个尽量不要横着 不要横着 横着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前后 有可能前后啊 它压力不太不太相同 然后再就是这个小配件 做什么用呢 这个是这个内溜角 里边有个内溜角 L型的内溜角 它可以 它可以紧这个 这个上压板底部有个螺丝 如果上压板活动了 可以用它来紧 也可以这个 紧这个是打展器的固定 就是说一个大孔器放进去 把它固定在这里边 可以压着那样打孔 这四个木螺丝 是可以从上 从上往下穿到这里 然后拧到这个 拧到这个刀膜上 固定刀膜的 只有在 就是说没有落料的情况下 就是说没有这个 料从这出来的情况下 比如说切刀缝 或者是切一个 切个什么样的形状 没有落料 或者这里边有弹力棉的情况下 才能用 使用熟练的自己开发 这只是一个接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